MH370 神秘失联 为了更了解真相,一个名叫Voyce370的马航受害者亲属组织就要求马来西亚政府公布失联的MH370所有的货物清单。 其中一名成员,澳大利亚乘客Paul Vicks的一双Denic Vicks表示,他很想知道MH370上那两吨重货物的具体信息。 虽然这些货物之前一直都被宣称,只是一些无线电配件以及充电器,很难以相信我们的亲人花了钱坐他们飞机出了事。 而我们连试试飞机上,有什么货物都不清楚,事情已经发生四年了,我们还不能了解事情真相,我们不知道这些所谓的无线电配件的具体含义。 我们一再要求获取飞机上所有货物的完整清单,但是航空公司一直都在推托,除了要求查看清单以外,Voyce370组织还要求马来西亚政府全面审查和MH370失踪有关的所有事宜,对任何可能伪造或者删除的记录进行调查。 据悉,在MH370上,有200公斤的锂电池被揭露以来,这架失联飞机上的货物,一直都是大家讨论的重点。 虽然航空公司表示电池只占商品货物的一小部分,其余都是收音机配件和充电器,但是这一说法,大部分马、航家属并不信服。 目前,关于马航MH370失联的原因,依旧是众说纷纭。 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认为,飞机最有可能是燃料耗尽后坠入大海,并且机上239名乘客与机组人员,很有可能在客舱与驾驶室中死亡。 但是这一说法却在日前遭到反驳,加拿大一名空难调查员拉里万斯·雷瑞·雯斯,新进出版的新书《MH370》揭秘《MH370》中概述了他对事故的检查。 他认为,有证据证明飞机是以受人为控制的方式,被抛弃在了大海里,飞行员有意避开雷达搜索,并坠入大海。